大鼠所在的农历六月被称为和月 此时艳阳高照 满池荷花盛放 正是一年中最佳观赏时节 因此民间多有在大鼠这一天 闪和纳凉的习俗 相传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荷花的生日 也称观年节 旧日里每到此时 人们都会结伴泛舟 吹枭弹唱 载酒胡尚 观脸赏和 吟诗作画 萧夏纳凉 一间还会放和灯 为荷花助寿 并以此来祈愿生活美好 大鼠和小鼠一样 都是反映天气炎热程度的节气 大鼠正在三福天 天气湿热 民间自古就有饮浮茶 晒浮浆烧浮香的习惯 人们用中草药煮成茶水 饮用 以清凉去暑 山西河南等地的人们 把生姜切片或榨之后 与红糖搅拌 装入容器中 蒙上纱布 在太阳下晾晒 来治疗伤风咳嗽 温暖保健 烧浮香是一种中医疗法 可以去湿健脾治疗顽疾 这个夏天曙光洋洋洒洒 将夏之去写进山川湖海 不觉间已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看阳光循着裂缝穿过 挥洒至晚云微亮 愿你穿越滚烫 彩席星光 饱含所有热情 奔赴季节的下一场